大家好,我是唐唐 大家都知道美国房产在新冠期间 由于货币量化宽松导致了大幅上涨 那后疫情时代美国的房价又如何呢 我来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家附近的小区吧 我家的小区属于178年的新建小区 我家门前有一大片绿地 这是我妈妈特别喜欢的 门前没有遮挡 夏天绿地特别的漂亮 这片绿地经常有人会来遛狗 再看一下我家门前的小花坛 这是我种的玫瑰花 看样子是要活不成了 在美国种花也是个技术活 我邻居门前的花种的就特别的好 一会带大家来看一下 现在新造的房子因为地价都涨了 所以草坪都比较小 好在我们也不是很喜欢太大的草坪 打理实在是很麻烦 草坪小一些对我们经常要回国的也更方便 我邻居种的花是不是特别漂亮 我的技术还有待提高 往右前方走 有一个小孩子玩的playground 大家看见没有 就是在这个角落里 它不是很大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还在造的房子 这里插着牌子写sode的就是都已经出售了的 这个开发商在这边骗去的房子基本上都已经出售了 还零星剩几个房子是可卖的 现在新造的房子有一点不太好的是房子样子都很类似 不像以前的房子都是各式各样的 我们小区现在的独栋基本上在70万美元以上了 主要是疫情期间材料涨价太厉害了 所以新房的造价一直下不来 我们家刚好是疫情前买的房 当时花了50万美元还觉得有点贵 因为那时附近的二手房40万美元就能买到很不错的 两年的时间房价涨了20万美元 也是很厉害了 2022年初的时候房子还是很热 出来一个房子基本上能有十几个offer 不加价基本上是抢不到房子的 美国五月肯定是要加息了 希望对房价和物价能够有个抑制 最后带大家看一下我家附近的小湖 这里经常会有人跑步遛狗 夏天的时候河里会有很多成群结队的鸭子 还有鸭子上我邻居家里的小花坛里下蛋 等蛋孤出小鸭子 要妈妈又领着小鸭子回到河里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是唐唐 谢谢大家观看